美国中期选举陆续开票 韩国军方表示朝鲜9号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导弹并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 希腊和比利时爆发大罢工 临终抗疫高通胀和生活成本能源价格急涨 部分公共交通瘫痪 脸书母公司Meta宣布裁员1.1万人 这是公司成立18年以来首次大规模裁员 扎克伯格表示自责 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2年11月10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阳子 我是任志 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号向当日在乌镇开幕的 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之核心 他指出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对话交流 深化务实合作 习近平指出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 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 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社会应加强对话交流 深化务实合作 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合理 开放包容 安全稳定 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强调 中国运同世界各国一道 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数字经济活力迸发 数字治理精准高效 数字文化繁荣发展 数字安全保障有利 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 全球数字发展道路 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贡献智慧和力量 冯河一世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美国的中期选举 目前的各州都在陆续的开票了 根据多个美国媒体的数据统计 民主共和两党 在参议院的选情时 竞争非常激烈 目前两党仍然呈现出 一个胶着的态势 而共和党在众议院 则是有较明显的优势 参议院的选情激烈 在100个席位当中 民主党赞得48席 共和党赞得49席 而关键州份 佐治亚州要在12月5号 举行第二轮投票分出胜负 而众议院改选的 全部435个席位当中 民主党人是赞得187席 共和党人赞得204席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 麦卡锡扬言 很明显 共和党将夺回众议院的控制 目前随着选举的计票 逐渐的接近尾声 各大媒体也在开始推算了 那么目前是民主党的表现 比预期更好一点 参议院的争夺 还是非常的激烈 两党目前是势均力敌 控制权最终 要交到哪个政党的手上 可能要等到 佐治亚州下个月的 第二轮的投票之后 才会有结果 没错 那么再来看一下 众议院方面 共和党也是有机会 重夺众议院 但是它的优势 并没有选前预料的那么大 而且前总统特朗普就表示说 对于选举的结果略感失望 但是认为仍然是一场大胜 至于民主党总统拜登 则是表示说 共和党大胜的红朝并未出现 但是他将会和 民主共和两党领袖 共伤国事 解决选民所关心的通胀等问题 美国中期选举经过一天的点票后 大部分州已经有结果 民主党整体表现 教育期为佳 相反共和党的优势 并没有选前预料般大 在参议院方面 在至此中期选举 该选的35席中 两党仍然未分高下 美国媒体推测 将要视乎几个关键州的结果 其中宾夕法尼亚州 民主党的费特曼 击败前总统特朗普 力挺的共和党人奥茨 成功翻盘 赢了原本属于共和党的席位 至于佐治亚州选战紧凑 现任民主党参议员沃诺克 与他的主要对手 共和党人沃诺对决 两人票数非常接近 但都无法过半 根据州法律规定 要在下月5号 进行第二轮选举 在一决高下 至于亚利桑那 内华达 及威斯康幸的关键州 仍在点算之中 而在众议院方面 在全部改选的435个席位中 美国媒体的票站调查显示 共和党在众议院取得的席位 较民主党为多 但没有出现 所谓的红朝般大晟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 麦卡锡扬言 很明显他们将夺回 众议院的多数 原本预料写着共和党一场大胜 宣布竞选2024年总统的 前总统特朗普 坦言对今次结果 感到有点失望 但仍然认为 这次选举已经是一场大胜 至于民主党的总统拜登子表示 共和党大胜的红朝并没有出现 不过无论结果如何 他已经准备跟共和党一同工作 他计划在完成20国集团峰会后 邀请民主共和两党领袖 到白宫共商国事 解决选民所关心的通胀等问题 无论在这些选举的组络 仍然有些数据 我正在准备工作 我认为我和美国同学 美国人都明显 我认为他们也希望 美国人也在准备工作 我认为我和美国同学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么关于美国中期选举的最新消息 我们面前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银谦 银谦你好 任任你好 目前点票的结果陆续的出炉了 那么你在当地的观察怎么样 是的 现在中期选举的点票已经进行了一天 大部分的结果已经公布了 仅剩最后几个摇摆周 现在还在计算当中 最新数据显示 共和党拿下了众议院435个席位中的206席 有望直接拿下众议院 而民主党拿下183席 在参议院上的选情仍然十分的胶着 共和党拿下49席 民主党拿下48席 最先超过50席的会成为多数党 两党之间我们看到差距是非常的小 很可能是要等到12月6号 佐治亚州完成第二轮投票 才可能会去明确到底谁赢得了参议院 那么这一次民主党在整体选群中 它的表现是要好于预期的 尤其是一举拿下了参议院选举中 重点摇摆周 宾夕法尼亚州 这让原本预期的这个红色的浪潮 是没有如期到来 美国总统拜登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记者会上表示 民主党作为执政党 在中期选举中 失去的众议院的席位 是过去40年以来最少的 因此它还是感觉相当乐观 不过它也表示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 它已经做好准备 要和共和党进行合作 尤其是在外交领域 希望两党能够齐心协力 对抗俄罗斯 不过在经济通胀 气候危机的问题上 民主党是不会妥协的 另外我们还看到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还暗示 尽管共和党没有迎来 巨大的胜利 但是它仍然计划 在下周宣布参加 2024年美国大选 美国媒体就评论表示 中期选举的赢家尚未确定 但是特朗普可能会是 最大的输家 任任 好 谢谢英贤 那么有关于中期选举各州的选情 以及民众关注的议题 我们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 王冰如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 同时也邀请来时事评论员 郑浩先生为我们做点评分析 冰如你好 首先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大家早安 美国加州的民主党人 在这次中期选举中 依旧强势领先 截至9号 州长纽森已经6成的支持率 基本确定连任 而备受瞩目的洛杉矶市长竞选中 政治素人卡鲁索 目前暂以微服优势领先 资深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巴斯 据洛杉矶时报 截至9号中午的数据显示 包括州总检察长和代表 加州的国会参议员的竞选当中 民主党人都已领先对手 近20%的优势 基本确定当选 而以国会众议员赵美欣为代表的 亚裔民主党人都已无选念胜选 而代表共和党的金英玉 在加州的第40选区 国会众议员的竞选当中 占以59.1%的得票率 领先于对手候选人近20%的优势 而来自全美第二大城市 洛杉矶市长的选举 目前最受关注 政治素人卡鲁索和资深 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巴斯 两人的选情一直呈胶着状态 巴斯在包括妇女自由派等 关键选民中保持强有力的优势 而卡鲁索则吸引包括保守派 拉丁裔和温和派选民的支持 截止目前卡鲁索 占以51.2%的优势 微服领先对手48.8% 现任警长比利亚努埃瓦 以43.2%的得票率落后于对手 原潮滩警长卢纳的56.8% 连任基本无望 加州州长纽森占以57.9%的得票率 超过对手近16% 基本确定开启州长的第二任期 美联社报道称 纽森是目前全美范围内 对共和党抨击最积极的民主党人 经过这次连任 他已成为全美民主党的领袖之一 并为竞选白宫做好准备 放昊卫视杨毕俊 李战青若山地报道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 正好先生来点评和分析 郑先生好 您好 您好 任任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中期选举目前看起来 共和党大胜的红潮没有出现 这样的结果 对美国政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 红潮没有出现 但是总体上 无论是媒体 还是政治的分析家 对这次的美国国会选举的这一部分 那么所做出的预期 大概还是差不多 也就是共和党人 很有可能是控制众议院 而在参院部分 因为现在两位 在佐治亚州的参选人 他们的得票率 是非常非常接近 too close to call 因此在12月的6号的时候 还要进行一次重选 目前这部分 还不是很确定 但是总体上 共和党人 邱新多回众议院 这一部分 大概应该是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悬念 所以从当前 整个国会选举的这部分来看 和这个媒体的预测 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注意到 就是拜登 在刚刚不久结束的 他在中期选举 差不多程碍落定的时候 第一次出来讲话的时候 也谈到了 他对这次选举的一些看法 以及他在回答 有些记者提问的时候 回答了 在剩下的两年 他会怎样面对着一个 与过去两年完全不同的 一个政治的一个氛围 那么在这部分的话 拜登他特别强调 就是红朝没有出现 但是他也确实承认 未来的可能 共和党要控制 国会的众议院 因此他也非常坦率地说 他非常了解选民的期待 也了解当前美国存在的问题 也准备好和共和党人 来共同地来合作 那么他也特别强调了 这一次的选举 实际上是对民主的一个考验 而且对民主党人来讲 他们度过了一个坚强的夜晚 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夜晚 我注意到在他的谈话这部分 实际上虽然他承认 这个选情过后 选举过后可能会面临的 一个新的一个氛围 但是他也非常坚定地说 未来两年 他的过去的一些执政的理念 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改变 非常坚定 他说没有任何的改变 未来两年 包括什么呢 就是政策方面的 经济政策方面 堕胎方面 枪支管制方面 那么不会有任何的一个退让 他已经做好了否认 否决任何可能损害 既定的方针的 任何的购合党的一些提案 态度非常坚决 所以面对的一个变与不变 变就是指国会的 整个的一个氛围 可能要改变 不变就是拜登 他所坚持的 在过去既定的一些方针 不会改变 拜登仍然是生活在 过去的两年 那换句话说 就是他以为在国会 虽然他提出了 愿意和共和党人 进行护照 但是呢 他 我估计他没有 充分地考虑到 未来所面临的这个阻力 是相当大的 因此拜登所说的 任何的既定方针的不变 都会受到 来自共和党的一个 顽强的一个挑战 因此呢 对拜登来讲 剩下的这两年 是非常艰苦的两年 那么会不会有一些 政策上的调整 我相信当遇到 非常大的一些阻力 而又不得不做出 政治上的妥协的时候 拜登恐怕也要改变 他的现行的一些政策 无论是堕胎 反罪律 强制管制 对乌克兰的支持 所有的这些 敏感的重大的议题 那么也都存在了一个 调整的一个空间 这个呢 要看未来共和党 发起怎样的一个挑战 怎样的一个进攻 力度到底有多大 谢谢郑先生 那么关于这一次呢 美国中期选举的更多消息 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宾如 好的 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周二举行的 中期选举中 保守州肯塔基州 一项反堕胎权的提案 不获选民的采纳 媒体认为 这是堕胎权支持者的胜利 另外 有至少两个州 分别通过提案 放宽大马限制 全美日前举行的中期选举中 国会两院席位及州长选举 备受瞩目 而一些地方性提案的结果 同样引发政坛关注 当中包括选民较关心的 女性堕胎权议题 在后罗素韦德 按时代举行的首场大型选举中 密歇根 福蒙特和加州通过提案 大幅限制州议会实施堕胎禁令 而在深宏的肯塔基州 州内选民 拒绝采纳一项主张堕胎权 不受宪法保障的提案 不过州议会批准的堕胎禁令 仍可能经受住法律挑战 媒体指出 这个结果和几个月前 最高法院判定堕胎权 不再受联邦保障后 保守州堪萨斯的类似提案 不获采纳一样 是堕胎权支持者的胜利 连月来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时 也希望借堕胎权议题 吸引选民支持 民主党人及支持 保障堕胎权的组织 也倾注了数百万美元 来资助候选人的竞选宣传 根据两家机构 在选举日当天执行的票站民调 约有六成的选民 对高院的裁决表示不满或愤怒 福克斯新闻民调也显示 有61%的选民 支持全美实行法律 保障堕胎权 另外在中期选举中 有至少五个州份的选民 也对大麻相关提案表态 媒体预计 马里兰和密苏里 两个州份通过提案 主张对21岁以上群体 合法化康勒用大麻 将对超过1200万人 放宽法律限制 同时阿肯瑟和南北达科他 三个州份的选民 则反对大麻合法化的举措 凤凰卫视陈令南疆域 华盛顿报道 下面一起来看 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那么基本上都是聚焦在美国的中期选举 纽约时报报道称 这一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期待的红色浪潮 并没有发生 无论是在弗吉尼亚州 罗德岛 还是辛罕布什尔州的选举 民主党这一次都得以控制住自己的基本盘 甚至还在宾夕法尼亚州翻盘 这得益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民主党基本盘踊跃投票 在2010年和2014年 中期选举的投票率 都与总统大选相比 是至少下降20% 但今年似乎与2018年 特朗普胜选之后 类似投票率是比较高 第二个原因是 堕胎权问题让民主党更加团结 第三个原因是 虽然通货膨胀 是主导这次中期选举的议题 但是拜登压低油价 甩锅俄罗斯等做法 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再来看到的是 福克斯新闻报道称 中期选举之后 共和党开始互相指责 对于不及预期的中期选举结果 共和党亲特朗普 与反特朗普的阵营 已经开始相互指责和质疑 反对特朗普的阵营认为 特朗普对2020年 总统大选的主张 拖累了共和党选亲 但是支持特朗普的人认为 那些败选的共和党候选人 是他们自己实力不行 不能怪特朗普 不过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这一次以高票数连任 确实是给特朗普2024竞选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而拜登今天在记者会上 也表示说 自己有意愿竞选连任 可能在明年年初 公布这个决定 以上就是今天 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下面把时间交换给香港 好的了解 谢谢宾如带来的相关资讯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中国公院总理李克强 正式对柬埔寨 进行正式访问 9号下午在金边 和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会谈 共同见证签署了 18项刷编合作文件 李克强在会谈中表示 中简传统友谊深厚 拥有高度政治互信 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中方一向主张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各国都遵守 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 支持检方走符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支持检在国际和地区舞台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愿同检方密切高层交往与沟通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推动中简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李克强强调 一个稳定发展繁荣的柬埔寨 对维护地区稳定和发展 促进中国和东盟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 洪森表示 简中是铁杆朋友 简中友谊得到 简人民拥护支持 双方合作大有可为 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共建简中命运共同体 愿同中方共同办好 明年两国建交65周年纪念活动 加强贸易 投资 农业 能源 基础设施 公共卫生 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与合作深入发展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 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了意见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 中简农业 基础设施 教育 中医药 海关 科技 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十多项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出席金边至西哈努克港高速公路通车 及配套民生工程项目移交仪式 当天下午 李克强分别向简独立纪念碑 和西哈努克太皇雕像先画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的是今天香港电台的一则报道 提到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北京会面 伯恩斯在推特上是发布了与秦刚的合照 提到很高兴在北京与秦刚会晤 在秦刚返回华盛顿之前 讨论美中关系 秦刚在其后转发了他的天文 表示和伯恩斯进行了广泛 而且建设性的讨论 另外在埃及参加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的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 在9号召开了首场记者会 谢振华表示和美国气候特使 前国务卿克里进行了非正式磋商 双方商定支持大会主席国和坚持多边主义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 当天在中国代表团办公室 举行首场记者发布会 在回答西方记者就中美气候合作等问题提问时 谢振华表示 中美气候合作有着长期较好的合作历史 共同让巴黎协定达成签署生效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中美发表了三个联合声明和一个共同文件 促成了巴黎协定的生效 即使在中美关系复杂的情况下 双方气候变化领域的沟通联系从未中断 但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 侵犯中国主权 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导致中美气候变化商谈暂停 责任完全在美国 虽然我们两国正式的气候变化的商谈 并没有恢复 但是我们为了使这个COP27能够取得成功 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非正式的磋商 而且我们共同商定 共同努力要支持COP27的主席国 和坚持多边主义 要推动和支持这次会议成功 谢正华表示 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 损失损害问题已经被列入到 此次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议程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进展 就是损失损害问题 已经经过中国和发展国家的努力 列入到这个COP27的议程当中 这体现了所有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包容性和建设性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希望整个这个新的议题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建立机制 进一步的来深化 凤凰卫视张鹤阿雅 埃及沙姆塞和报道 相关话题继续邀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 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郑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杨子 本次非正式会谈 对中美重启气候变化合作都怎样的影响呢 中美关系是不是有解冻的迹象 大家都知道中美关系是处在 自从中美两国建交以来最差的一个阶段 这是一个事实了 但是以上的两条新闻 确实让人感觉到 好像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至少中美两国接触没有阶段 一个就是秦刚大使和伯恩斯大使 在北京进行了会晤 还有就是中美两国的切祸特使 在出席埃及的联合国切祸变化大会上 也有一个非正式的接触 秦刚大使这次回北京 一个重要的工作之一 就是要敲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在这个G20峰会上的见面的一些细节 接受外交部的一些指示 那么当然和伯恩斯大使的这个会面 具体谈了些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两位大使在北京会面 我相信正面的消息应该是多的 特别是就当前美中美两国高层 如何来恢复正常的一个交往对话 那么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讨论 而谢振华和这个特里 两位切祸特使 在这个埃及的这个会面 当然是就技术的一部分 中美两国在恢复 这个共同应对 切祸变化方面 那么可能也进行了一些交流 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会晤 不管怎么样吧 这两个动作应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 中美两国虽然当前的关系 是处在历史上最差的一个阶段 但是高层的交往 或者说这种正常的外交上的一个交往 没有中断 这个是一个不幸中的一个万幸 那么两国还保持了一定程度的 这样的一个交流 对话 对话总比对抗好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 就是面临着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美国国会有可能受到这个共和党的控制 至少在众议院这部分 共和党控制众议院 已经是一个基本上既定的一个事实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 中美关系如何的变化 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共和党 那么特别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民粹的国家党人 在处理美中关系方面 采取了非常极端的一些措施 或者是提出了很多的一些 涉及到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法案 那比方说罗比奥 这个弗洛里达胜出的美国的参议院的议员 几乎所有设备的法案 都有罗比奥的影子 他也是受到中国外交部制裁的 一个美国的政客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 特朗普主义仍然会在美国盛行 特别是特朗普本人 他培养出了很多的小特朗普 这些极端的民粹的 这些共和党人 还会拿中国说事 还会来继续的破坏干扰 这个中美关系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那么中美关系何去何从 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 更加困难的一个境地 其实呢 这个是由美国国会的政治气氛的 一个改变而决定的 中国当然希望改善和美国的关系 因为中美两国 是互相共同依存的两个大国 如果两国加强合作的话 世界上的很多的一些重大的挑战 其实呢都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问题是 如果美方继续干扰破坏 美中关系 特别是在涉及到 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 重大的问题上 继续挑战中国的话 那么美中关系 为了这个走向 仍然是不容乐观的样子 了解 谢谢正好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俄乌局势 因为俄乌在南部赫尔松州的战事 有了新的发展 俄罗斯国防部长 稍伊古9号下令军队撤出 蒂涅伯和右岸 包括首府赫尔松市 而俄罗斯国防部承认 这是艰难决定 目的是避免不必要的军人伤亡 保护平民的安全 不过乌克兰总统顾问 也质疑部分的俄军部队 还是留在赫尔松的室内 北约民事长斯托尔腾贝格 则是对乌克兰收复更多的领土 感到鼓舞 乌克兰一下 利率作者准备 颜色·翌 mamm 地毫踪到群 Eck視段階 是 棒集定 科障 在建设计划的关系 保护的角色的位置 在右边的战略 俄罗斯国防部长稍一鼓 9号听取了俄队屋特别军事行动战区 集团军司令苏洛维金的汇报 苏洛维金承认赫尔松地区战况艰难 乌军向城区无差别开火 可能使用了违禁战争手段 俄方已经无法为赫尔松市 及周边定居点提供攻击 建议从蒂涅伯河右岸撤军 获哨一鼓同意 而腾空的部队将在其他战线 采取主动的攻击行动 苏洛维金又表示 已有11万5千多平民撤离蒂涅伯河右岸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最后一班平民乘坐的杜伦 9号傍晚开出 驶向左岸 不过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 发表推文称 部分俄军部队仍然留在赫尔松市 俄军并向这个地区增加了兵力 他强调乌方根据情报而部署反攻行动 不会理会俄方的声明 赫尔松州临近黑海 首府赫尔松市是俄队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首个控制的主要城市 也是今年9月 公投并入俄罗斯联邦的四个地区之一 乌军近期对赫尔松发动反击 两军互相指控对方 计划炸毁地涅薄河的卡霍夫卡 水利发电厂的大坝 危害下游平民的安全 到访伦敦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当天与英国首相苏纳克会面 斯托尔滕贝格在唐宁街向记者表示 对乌军收复更多国土感到鼓舞 他再次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侵略乌克兰 犯下重大战略错误 既低估了乌克兰人保家卫国的勇气 也低估了北约盟友支持乌克兰的能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控赫尔松州副行政长官斯特列穆索夫 9号因车祸身亡 进入罗斯电视台的报道 事发在赫尔松州通往克里米亚的公路 斯特列穆索夫驾驶的汽车 因闪避一辆卡车急速转向后失去控制 导致车祸发生 斯特列穆索夫当场身亡 而事故当中还有两人受伤 斯特列穆索夫此前从事社会活动 自赫尔松地区公投入俄之后 获命认为当地的副行政长官 他经常通过社交媒体 谈及赫尔松地区的前线局势 近期他曾多次的发布视频 指乌军对赫尔松州的攻击加剧 呼吁当地民众尽快撤离 俄罗斯国防部长正式宣布 从赫尔松地区的西岸撤军 但是撤军并不容易 无妨表示 俄军炸毁了赫尔松地区的五座桥梁 以减缓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猛攻 在乌军的压力之下 俄军正在尽一切可能避免完全失败 而且看起来像是有计划地从前线撤退 俄军在炸毁桥梁的同时也在加强通往 卡后福卡水库大坝的防御工室 以确保他们的部队从前线撤出 克兰还表示 赫尔松已经连续第四天没有电和通信 城市现在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局 我们的tim口处不再继续 并不再继续 但是根本本来的讯件网友都可以 随便门 universal装饰器 使用信号 好富山的电源 俄羅斯正式宣布將從赫尔松地區右岸撤軍 但戰場上的形勢依舊緊張 赫尔松大決戰的序幕已經拉開 俄乌雙方都在做決戰前的準備 這裡戰場上的勝負將嚴重影響未來戰局走勢 凤凰衛視特異記者李向基辅報道 下面來看一下俄乌戰況的最新進展 俄軍表示在庫平斯克方向 殲滅超過60名乌軍 摧毀一座儲存海馬斯火箭炮軍火庫 在東部敦念此刻 新俄政府稱乌軍使用155毫米及152毫米火炮 發射了7輪一共23枚炮彈 而烏克蘭總統辦公室9號表示 過去一天俄軍使用無人機火箭重型火炮等 攻擊東南部8個地區 至少9名平民死亡24人受傷 塔斯社的報道 大約300名在英國受訓的烏克蘭武裝人員 近日抵達扎布羅勒 試圖重夺核電站 而德國政府表示向烏克蘭提供30輛丁格犬裝甲車 用於LST防空系統的導彈 4套反無人機傳感器以及干擾器等軍備 韓國軍方聯合參謀本部在9號表示 朝鮮當天再次向東部海域發射了一枚短程彈道導彈 日本防衛省表示 導彈並沒有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 防衛大臣冰田靜一批評 朝鮮今年發射導彈的頻率是前所未有 絕對不能接受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 朝鮮在當地時間9號下午3點31分左右 在平安南道宿川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短程彈道導彈 導彈以30公里的高度飛行290公里 速度為6馬赫 日本防衛省就指導彈在50公里以下的極低高度 飛行約250公里 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外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指 軍方保持全面戰備狀態 與美國保持合作 同時加強監視和警惕 朝鮮今年已經發射導彈超過30次 近期頻密程度有所增加 更一度發射洲際彈道導彈 2號更是自韓朝分裂以來 首次向東部海域北方界線以南的公海方向 發射短程彈道導彈 朝鮮方面表示 是要回應韓美月初 舉行的警戒風暴大規模聯合空中軍演 而韓軍目前正在實施代號為太極演習的指揮所演習 多家朝鮮媒體曾就太極演習譴責稱 即使是電腦模擬演習 其攻擊性 危險性和侵略本質沒有改變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希臘和比利時9號爆發大罷工 而民眾上街抗疫通脹失控和生活成本的上升 交通以及其他服務大受影響 在希臘首都雅典等著乘坐80個電車的市民 在車站苦惡多時 罷工令全市公共交通限於癱瘓 三條地鐵線中僅有一條運營 並只提供有限服務 雅典國際機場的罷工雖然被法院定為非法 但仍有數十個航班被取消 希臘多個公共和私營機構從9號上午11點起 發起24小時全國罷工 學校 醫院 傳媒等工會呼籲政府提高最低工資 並採取更多抗通脹措施 希臘9月份的通脹率達到12%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機場受罷工影響 60%的航班被取消 其中全國第二大的沙洛羅瓦機場更加完全關閉 比利時通脹失控 通脹率也超過12% 達到197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水平 而烏戰爭帶來能源費用俱增 短短一年內當地天然氣價格暴漲130% 電費上升85% 迫使當地公共交通減少運營 布魯塞爾目前只剩一條地鐵路線 人家運行 工會要求漲工資 保障員工應對物價上漲的影響 鳳凰威視 綜合報導 香港商業電台 香港電台的消息 英國最大的護士工會組織 英國皇家護理學院也宣布 會就薪酬問題發起罷工 工會表示在2011年到2021年期間 考慮到通脹因素 英國護士的平均收入下降了6% 這讓他們很難吸引並且流入人才 而工會曾經要求加薪5% 但是遭到了資訪的拒絕 因此在30萬工會會員投票之後 決定罷工 而這也是學院成立106年來 首次發起全國範圍的罷工 稍後回來帶您繼續關注 一會見 習近平向世界互聯網大會 烏正峰會指責信 表示國際社會應當深化合作 應對數字化的機遇和挑戰 美國中期選舉陸續開票 美國媒體指參議院選舉的兩黨 失禁立敵 拜登表示將和共和黨共傷過失 俄羅斯國防部長夏令軍隊 撤出丁業博核誘案 包括首府赫爾松市 吳方指部分俄軍仍然留在當地 韓國軍方表示朝鮮9號向東部海域 發射一枚短程彈道導彈 導彈並沒有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 希臘和比利時爆發大罷工 民眾抗議高通帳和生活成本能源價格急漲 部分公共交通癱瘓 臉書母公司Meta宣布裁員1.1萬人 這是公司成立18年來首次大規模裁員 扎克伯格表示自責 在第五届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藝術精品專區 設立了義維國企和美與共展覽 這也是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藝術品專家委員會 在進博平台上的第一次集體亮相 在進博會的4.2館 宋代 汝瑶 精美的蘇秀 還有中國畫 木雕 書法 構築起中國傳統藝術的時空長廊 進博會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務 交流的是文化和理念 那麼經過五年發展 進博會人文交流等四大平台的作用 也在不斷地彰顯 那麼進博會五年了 我們也希望在進博會的平台上 能夠展現出中國更多的優秀的傳統文化 向世界各國的國際友人 彰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 九龍宴 蓮花水域 祥雲墨床 筆架山 中國四大名宴之一的社宴精品亮相進博會 向世界展現精妙技藝和中國文人的風骨 因為宴是只有中國才有一種獨特的文化 包括這一次進博會有很多老外 很好奇進到中國最傳統的 古老的一種藝術文化 通過進博會這個平台 可以讓更多的人去了解 去懂得中國的這種傳統文化 這些國寶就靜靜地陳列在這裡 在進博會這個屬於進口的舞台之上 把現代跟古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體現出東方美學的極致典雅 就在於中國的山水之間 鳳凰衛視高岳佳隔進上海報導 第五屆進博會今天繼續在上海舉行 相關消息馬上連線本台著上海記者高岳佳 岳佳你好 那麼在進博會的舉行期間呢 是發布了世界開放報告2022 那麼當中都有哪些關注點呢 好的主播 那在第五屆紅橋國際經濟論壇之上呢 世界開放報告2022是正式發布了 這是首次公布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後的世界開放的指數 中國大陸位列是39位排名是持續上升的趨勢 在論壇上與會的專家和企業代表都討論了同一個問題 就是世界開放現在走在十字路口 世界向何處去 這是我們必須回答的時代之問 那這份報告就提出 目前經濟全球化在逆流中是曲折向前 逆全球化的浪潮讓全球化的阻力變得越來越大 那麼這些阻力它是包括保護主義 單邊主義的抬頭以及民粹主義的盛行 除此之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報告還公布了 全球129個經濟體的開放的指數並且進行排名 新加坡是2020年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 那其開放指數高居129個經濟體之首 德國和中國香港排名是在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緊隨其後 中國澳門位列第37位中國大陸 像我剛才所說位列第39位 排名都是持持續上升的態勢 那麼此外呢從2008年到2020年 金磚國家開放指數也是增長了6.3% 其中一帶一路經濟體的開放指數增長了5% 那麼從數字經濟的角度來看 根據統計2020年全球47個國家的數字經濟 規模的增加值是達到了30萬億美元 同比增長了3.0% 相比之下2020年全球GDP增長是為負的3.6% 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了非常重要的經濟增長點 從參展商到投資商進博會上 世界500強企業也持續加碼在中國的數字經濟的建設 在我們的走訪當中有不少企業就表示 中國市場的潛力很大 為跨國企業提供了增長的動能 尤其是上海總部經濟的建設 讓更多的跨國企業又擁抱了中國市場的理由 主播 謝謝 台灣求知詐騙依舊猖獗 桃園市警方再度破獲了一起 掘人囚禁案 救出了一名男大學生 受害人不單是遭到黑幫囚禁半個月 更是差點被買到江部寨 召喚警方查獲之後發現 用遊戲幣作為詐騙集團洗錢的窝點 涉案的金額超過了35億台幣 桃園警方近日接獲一位大學老師報案 稱一名男學生好幾天沒上課 警方找到學生家屬 發現這名學生是經朋友介紹工作 卻掉入新竹縣一個黑幫人蛇集團的陷阱 先後在新北高雄多地被囚禁15天 人蛇集團更打算把他賣到柬埔寨 警方8號出動倒破集團窝點 逮捕9人救出受害學生等3人 封鎖警方7號也在台中一棟大樓內 捣毀一處詐騙集團的洗錢窝點 抓捕34歲李姓祖賢在內的7人 當場搜出740萬台幣現金 窝點1樓懸掛健康食品商店的招牌作為幌子 2樓則是非法交易基地 嫌犯把詐騙得來的現金 全部購買合法線上博弈遊戲的遊戲幣 招攬賭客 再以層層匯轉的方式兌換回現金 3年來匯兌金額超過35億新台幣 張華警方從8月起陸續在多間民宿和旅館 破獲詐騙洗錢基地 拘捕多名詐騙集團成員 解救多名被害人 鳳鴻衛視綜合報導 稍後回來帶您關注財經方面的消息 一會兒見 海經消息先來關注美股 美股在周三是大幅的收低 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了有近650點 美國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宣稱 奪回了對眾議院的控制權 但是參議院的選情依然是不明朗的 美聯儲三號人物稱 美國長期通脹預期穩定 但是通脹前景的不確定性上升 而市場關注周四公佈的CPI通脹數據 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爆32513點 跌646點 跌幅為1.95% 納斯塔克指數收爆10353點 跌263點 跌幅為2.48% 標普白指數收爆3748點 跌79點 跌幅為2.07% 詳細來看一下中紐約記者發回來的報導 周三美國中期選舉結果 懸而未決 華爾街在線震盪 三大估值低開低走 終止了三連羊 並且在尾盤拋售石頭加劇 道指最終收跌超過600點 標普白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跌幅也是超過2% 那從收盤時的選情局勢來看 共和黨的選情並沒有此前 華爾街壓住的來的那麼強勁 那參議院的選情仍然非常焦灼 並且像在喬治亞州很可能迎來漫長的二次選舉 這是給華爾街帶來的不確定性 那另外影響華爾街情緒的 還有圍繞加密貨幣交易所FTX的風暴 那麼幣安是放棄收購FTX虛擬貨幣暴跌 比特幣跌至兩年低點 那麼投資者擔憂流動性危機外溢 那像科技板塊是受到了拖累 另外不要忘記華爾街還面臨了一大擔憂因素 那就是通脹 在週四即將公布CPI消費者價格指數報告 那麼投資者將會去判斷 是否出現通脹見頂的信號 還是說當前的物價仍然非常高漲 這將決定美聯儲下一步的走向 板塊方面標普是一個板塊 西數下滑 周期股跌幅相對較小 但是能源板塊是領跌 主要是受到了國際原油價格的拖累 那麼美國的原油庫存增長超過預期 再加上對於中國等市場需求的擔憂 都是導致包括布倫特原油 德州青田油的跌幅都是超過3% 那各公司方面的特斯拉是暴跌超過7% 監管文件是披露 馬斯克再度拋售了近40億美元的 特斯拉的股票 另外迪士尼公司是暴跌13%左右 公司的財報表現不佳 並且是僅是下一個財年的盈利指引 而社交媒體巨頭Facebook的母公司 Meta的股價則是上漲了5% 超過5% 公司早前宣布裁員上萬人 但是投資者是歡迎這種開源截流的舉措 其他資產方面 美債收益率是小幅的下滑 美元匯率是有所走強 美元指數DXY漲0.7%至110 而黃金的價格是跌0.4%至每盎司 1700美元左右 鳳凰博視 陳菲菲 紐約報導 臉書的母公司Meta在9號 宣布裁員1.1萬人 這是公司的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 美國科技行業的裁員正在加速 已經接近了新冠疫情爆發初期的水平 Meta的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9號宣布 將裁員超過1.1萬人 大約是Meta員工總數的13% 此次裁員是自2004年臉書成立以來的最大規模 Meta還將把招聘凍結期延長至明年第一季度 扎克伯格在發給員工的公開聲明中表示 他對裁員決定以及Meta如何走到如此一步負責 扎克伯格承認他此前錯誤的預計 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的電子商務和網絡流量的激增 將是永久性的 但宏觀經濟低迷 競爭加劇和廣告業務流失 導致公司的收入遠低於預期 Meta表示 被裁的員工雖被切斷與更敏感的公司系統的聯繫 但將可以繼續訪問他們的電子郵件 以便可以與同事道別 被裁的員工將獲得16週的基本工資作為遣散費 另外按照公令 每一年公令多加額外兩週的遣散費 Meta還將為所有離職員工提供6個月的醫療保險 及職業服務 並為外籍員工提供移民簽證相關的支持 海外被裁員工的離職將根據當地法律執行 跟在美國本土的離職待遇類似 Meta的股價今年已經暴跌七成 過去幾個季度經歷了令人失望的收益下滑 反映了數字廣告市場的急劇放緩 經濟在衰退的邊緣搖擺不定 以及扎克伯格元宇宙上幾十億美元的投機性投資 Meta還將繼續採取措施縮減成本 包括減少其在房產上的投入 審查其基礎設施支出 並將一些員工轉為共享當工作模式 預計Meta將在未來幾個月 發布更多削減成本公告 Meta在另一份監管文件中表示 即使進行了成本削減 仍然預計包含元宇宙投資的 虛擬現實研究實驗室的虧損 將在2023年同比顯著增長 而今年以來 美國科技行業的裁員正在加速 已經接近2020年疫情爆發初期的裁員水平 最近幾週 一系列的科技公司表示 面對消費者支出低迷 通脹螺旋上升和強勢美元削弱海外銷售 將暫停招聘或裁員 追蹤新冠疫情以來的 美國科技企業裁員情況的數據庫顯示 2020年第二季度 仍是自疫情爆發以來 裁員最嚴重的三個月 但今年的裁員情況將更加嚴峻 今年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超過10.4萬名科技公司員工失業 超過了2020年裁員的8.1萬 鳳凰衛視王佑佑 陳怡秋 華盛頓報導 虛擬貨幣交易平台FTX 被另一交易平台巨頭 币安收購的計劃告吹 拖累虛擬貨幣持續大幅下跌 當中比特幣更是曾經跌穿了 1萬6千美元的整數關口 兩天內的跌幅超過兩成 由華人趙長鵬創立的币安發表聲明 指經過禁責查證 以及看到涉及客戶資金處理不當 和涉及美國機構調查的最新報道之後 公司決定不會對FTX進行收購 而原因是FTX存在的問題 超出能夠控制或是提供幫助的範圍 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 FTX向投資者表明 公司面臨的流動性缺口 達到了80億美元 如果無法尋求緊急融資 公司將會面臨破產 彭博社和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更是指出 美國的兩大監管機構 包括證交會和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也正在調查FTX處理客戶資金的情況 稍後回來帶您關注更多消息 一會見 Line Hedin Ne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